這個清明節廉價之後 到底會不會造成新一波的武漢肺炎的感染的高峰呢 我們來看看相關人士的說法 相關人士的身體 好 回到现场 这次的清明节连续假期 入预期的 大概台湾有很多地方 都出现了大量的 所谓观光休闲的人潮 其中有11个 被发出所谓国家的 防疫警讯的重要的景点 大概涌入了150万人 这150万人的密集的群聚 会不会是下一波 所谓感染的定时炸弹呢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 收假过后疫情会再先高峰吗 这个指挥官陈时中说 不敢说绝对不会 双北五大高峰险庆 也陆陆续续曝光 他说提醒国内 在11个观光风景区内的国人 务必要保持社交距离 不过外界担忧许多民众 趁连续假期出门透透气 随着收假后 疫情是否会像日本 当时的樱花祭结束后 达到另一波的高峰期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戒慎恐惧不敢说 绝对不会了 那收假之后 清明节廉价11个景点 涌入了150万人 这个卫福部 吉令几人群 在人群中 拥挤人群中 如果你待超过15分钟的话 麻烦你要做自主管理14天 OK这是最新的卫福部的 相关的讯息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 这是墾丁的墾丁大街 真的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连这个分局长 派出所主管都拿着大胜功 请大家注意安全距离 戴上口罩了 那其他几个景点 包括花莲的东大门 嘉义的文化路夜市 桃园大溪老街 这个书花改也是人潮很多 这个车潮非常多 高雄旗山老街 阿里山通通出现了人潮了 最新相关的规范 有一些企业已经提前部署了 包括包括这个东升 提到说警报11个风险区 有去那边 有旅游的这些朋友们 这些员工们 要居家办公7天 这我们公司 那洪海也说要居家办公7天 华硕居家办公14天 统一居家办公14天 富邦金控几家金控公司 也都要居家办公12天 15企业界已经提前因应了 可能带来的隐性的感染的风险 这个小儿急诊室日志 提到说 一个月前纽约跟左图一样 热闹甚至游游过之 一个月前的纽约 好的就像这张图一样 台湾这张图一样 人非常的多 但是一个月后的纽约 到处可见大型的冷藏卡车 搬运尸体宛若死成 他说一个月后纽约是这样 似乎预告 如果没有节制的这种 所谓出门透透气的群聚的话 似乎有一个悲剧的可能性 在后面等着我们 但是也有不同意见 廉价观光被骂 他报会不会真的 会跑出8万个确诊个案 是不是说台湾人 日子过得太爽了 那有人骂说 有个医护人说 这墾丁大街涌先人潮 这件事大骂台湾人劣根性 让他不经疑惑 观光业已经惨到快要收摊了 台湾人趁廉价来各景点 捧场对观光业 难道不是不无小补吗 罗伊斯 这当然有明显的两难 旧产业跟旧健康 两件事情 你做什么判断跟抉择 我想第一个 就是说在这个持续性的疫情当中 尤其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大流行状况 我们看到全世界现在已经有134万人确诊 看到有7.4万人不幸罹难 那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恐慌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恐慌当中 有一些情绪会表露出来 我满认同的就是说 在这个艰困的状况之下 所有的国人同胞 在经历了第一波的疫情 我们成功的防堵 第二波从欧美回来 我们也成功的防守 那么接下来这些廉价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我们可以有情绪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口出而言 不用骂到烈根性 我想那个反应只是一个人性 你要一个人长期在家里面一直压抑 其实很多人是受不了的 每一个人的心理强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适度的宣泄 其实对心理健康是有帮助 但是你出去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那个social distance 怎么维持 那他可能他在台北 他要出发的时候 他说我一定不要去 这些百货公司人太多了 我要到便宜的地方去 我去宜蘭 我去这个屏东 我去墾丁 结果一进去发现 有什么人更多 那也回不来了 就人更多 车子就塞在那个地方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死要未及的 所以我觉得说 希望大家遵守 我们应该有的公民素养 这是可以 但是骂他烈根性 又太严重了一点 毕竟是我们同胞 我们回归同理性的想法是说 现在状况我们怎么处理 刚刚主持人讲 这是经济跟这个 所谓健康问题两难 那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 所谓的中间妥事之道 就是说我们还是维持 相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 较为正常的如常的生活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现在的孩子 他们还在上学 我们本来说 现在六个地区 全是六个地区国家在上学 结果新加坡他现在停课 停课原因是因为他爆量了 所以现在剩五个 那我觉得说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成果 然后不要怨天尤人 也不要去骂我们同胞 说我们这是烈根性或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要共同去关怀 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如常生活 为了大家看这个手板 现在最新的 这到昨天 因为等一下两点 我们会有新的歌 其实每个人都很苦 每天都要等两点 现在大家心里都不说 两点等什么 一开始说出去都很高 就等下那个注重的话就要多少 一看还有十个 所有人都转台了 先休息再说 其他的话别人会再慢慢去补数 所以你看这个图 我们确实防守的很辛苦 前一波我们说中港澳 这里我们说从欧美回来的 欧美回来你说看这个觉得很恐怖 这个真的是很多吗 我们看100例的时候是哪天出现的 我们说破百例是3月18 破200例是3月24 我们说破300例是3月30 各位每六天 那么现在昨天到373 所以紧接着如果再过一两天 可能到400 又是过六七天 我要讲的是我们一直都没有 像其他国家冲上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怎么维持自常的生活跟经济 我觉得这是智慧 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 你要把它做到好 除了让这个疾病不要发生 更重要的是 怎么在疾病量很少的情况下 维持乳床生活 我们讲这是马拉松 这个不是跑白名 是跑白米跟马拉松不一样 各位要知道 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能够幸福生活的时候 遥远的国家英国 他的首相赠送到重症加护病房 这个Boris Johnson 这真的大事大丁 英国现在的死亡率有多高 我刚算了一下 英国现在死亡率有10.1% 他总共有5300多人过世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我在英国上过班 我就前两天发个mail给我一个好朋友 有一个女孩子 那时候同事 他现在官座很大 叫Joke 一个名字很旧 我问他 电话一接通 我问Message一接通 痛骂Boris Johnson 骂他Go to hell 我很意外 你以前是个很亲切的女孩子 你去死啊 骂他说怎么轻忽 怎么不当一回事 怎么样怎么样 哇哔哩啪啪啦 讲了两三分钟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 引起所谓人民健康的恐惧之外 整个政治的不稳定 以及吴老师专家 整个经济的波动 你知道每个英国人 那种恐惧感 他们是高阶主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真的值得大家注意 是一条马拉松 每一个步骤 跑得稳一点 跑得长久一点 来得更重要 不好意思打断罗毅师 你的说法 我继续用这张图给大家看 这张图可能大家在网路上 都有看到过 他就是在比较说 台湾会不会走日本的路 是 这个是 连台湾人都非常喜欢的 就樱花季去看樱花 是 这段时间的时候 从这个红色的标签开始 我一直在手机里面 搜导讯号说 好可惜我今天没看到樱花 OK 你如果好可惜 后来回来就造成国家的负担 冲上去了 那么台湾呢 刚刚看到说 台湾这个出现怎么那么平 我们其实是把这张 看起来很恐怖的图 把它跟日本比较 它就变成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区段 所以你就知道说美国有差 那这也是为什么安倍今天说要宣布 变成全国很多地方到紧急状况 7个地方 那紧急状况 我们还在讨论说 台湾要不要 中央要发布紧急命令 那后来说好像还不需要 现在看来 集体的滋味还是对的 好像还真的是不需要 那刚刚主任讲说再怎么办 再来是这一段 会不会发生像日本的状况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基本上如果就实证医学 跟学理来看 我认为不太会发生 为什么 我们一定也看过另外一张图 这个图也很聪动 是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是说真的 在那个路上真的 就是这么大颗的病毒 我们知道病毒是看不到的 他只是在想象说 这个在街道里面 如果当社区感染量很大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空气中布满了冠状病毒 到处都是我们说 format transmission format就是说 你摸到这个塑胶板 它可能一两天都会有病毒 你打个喷嚏 或是醒个鼻涕 空气中可能停留好几个小时的病毒 那你看 假设这是一个纽约市区 都是这个状况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纽约桌子长 谷莫说呼吸器都没有 赶快给我呼吸器 那同样的 日本因为当初 他们在处理 钻石工作号之前 他们就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考量要申办奥运 所以很多东西都隐匿了 所以他的街道 他看樱花的地方 可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去看完樱花之后 就会爆量 可是我跟他讲 我们需要那么恐慌吗 我们在墾丁 道路上会是这个样子吗 我想不是这样子 可是能够因为这样 就不在意吗 也不行 所以我说要找一个平衡点 如常的生活 但是不要把自己吓死了 然后紧盯着每天的疫情 去做修正 因为在这一次的假期过后 我们的流行医治指挥中心也说 提高了这个所谓的 防疫的一个升温 那么如果临床医师 他临床监测觉得说 这个看起来就很像是 我们说的可能是一个COVID的问题 可能是一个武汉肺炎问题 他就说那就要撤 所以我们加强了 我们这个所谓筛检的一个动作 目的就是希望把后面这一段 能够把它锁住 那刚刚时期 刚开始的时候 在讲说好烦 本来说什么 就要结束 又要加14天 3月19号的时候 记得吗 那时候我们在讲说 开始国人进来了 我们要等这14天完成 就好不容易等完再14天 再一个14天 又来一个问题 又来一个问题 因为别人的英华期早就过了 那么其他的国家 早就已经停班了 他们已经封国了 可是因为我们管制的比较好 所以我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些年价 我们真的好好考虑 因为再来还有其他年价 武艺劳动节 武艺劳动节又来了 你去问民众说 你到底是要去玩三天 然后被自主管理14天 还是跟关键不要去玩 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些方法 让这个时间 家人能够在一起聚着 然后不要到外面去趴趴走 OK 是 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处置 是 OK 想到一个在两难之间的一个 相对妥适的平衡点 这是经济学家 要伤脑筋的一个地方 OK 相关的新闻 也引起一些讨论 因为在廉价之前 包括交通部长林佳龙 他的4月号说 观光就是要顾 观光还是要顾 防疫做到位就好 民众仍然可以放心上路 这是林佳龙部长 他在这个廉价前的说法 那看一下高雄 这个屏东的潘宫王潘县长 他也拍短视频说 欢迎你来 说廉价不能出国 但是搭飞机来屏东 欢迎你来 不能出国做旅游 来做国内的旅游做国旅 但是这波引起大家 很多负面的评价 那看一下台南市长黄伟哲 他第一个在脸书上 讲出他不同意见 他说因为这个11个景点 有提到说这个虎头碑 虎头碑 他说在4月10号 那天有3200多个人 在那个地方旅游 在前一天是4000个人 一天那么长的地方 那么长那么大的地方 场域高达好几百公顷 3200个人分不同时段进去 我觉得这部分不应该构成 国家级的旅游警示 市长提到说我们当然要 在技术分流管制的措施上 要努力去做 但是中央的官员 在办公室里面 他可能想说 传统地方应该是很多人 但这坦白讲 对我们的健康旅游 是伤害很大的 韦泽认为说 这种不像你说那些恐怖 3000多公顷的一块 那么大的土地 两天4000人3200人 不同时段进去 如果连这个都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我们都不要做 任何的健康旅游 这是市长提出来的看法 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了 的确有个两难在那边 那您的观察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廉价期间 大部分的人 会到一些旅游景点去 例如我们讲墾丁大街 那么这里我想追踪 它的社会跟文化脉络 我用一个概念 来描述这个情况 就是借用一下 星巴克创办人 讲一句话 就是星巴克在提供的 不只是咖啡 好喝的咖啡 而是第三空间 就是说除了家庭 跟你工作上班的地方之外 你还有一个第三空间 你可以来这里看你的书 写你的日记 或者跟朋友见面 或者跟客户见面 谈事情都可以 这个第三空间的概念 应用到我们这里 我们平常在家庭方面 讲的是传统价值 然后在工作的地方 我们强调分工市场 强调组织基下 有古典经济学的味道 可是我们现在的墾丁大街 其实就是另一种第三空间 我们撇开家庭 撇开工作场域 我们到这个地方去解放一下 OK 所以这里是第三空间的概念 那么第三空间要做什么呢 前面两个空间 家庭跟工作场所 提供我们的是组织跟典范 我们到第三空间 就是去组织去典范 所以我们到那边去 来一点叛逆 来一点耍酷 OK 然后我们之后度完假 我们再回来原来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现代人在这两种 生活形态当中摆盪 一边是工作跟家庭 强调组织跟典范 另一边就到第三空间 广义的讲第三空间 我们在那边解放 要点叛逆 要点解放 然后耍酷等等 然后又回来 就是一种轮回一种摆盪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再用第二个概念来形容 就是我们在金融海啸之后 看到纽约人有一个运动 叫做占领华尔街运动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占领肯丁大街运动 有趣的观点 来 就是说我们要背离 组织跟典范 我们再逃离组织跟典范 到那边去解放一下 说不定自己海水潜伏或干嘛 然后我们再回来原来的生活形态 忍耐一下 期待下一个度假 那这个解放 它的背后的成本 如果是整个防疫体系的崩溃 老师您认为合理吗 我想以前我们在做游乐园的广告 他常讲说去游乐园要干什么 要追植一个日常生活之外的 一直性的体验 那可能是国外的 可能是你平常不敢想不敢做的 好那我知道那个价值 可是它的成本 如果是防疫体系的崩解的话 值得吗 那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坦白讲史无前例 这不是平常的度假 史无前例 我们平常是把墾丁大街 当做一种休闲 就是说家庭工作之外 叫做休闲或者生活 三个东西是组成我们整个人生 所以我们平常来这边的话 就是当做度假 但是现在不一样 这个时期的确是史无前例 所以他过去赋予我们的那种 所谓解放的 抑制的休闲的放松的价值 可能因为疫情当前 他要重新的解构 重新的评估 你讲的对 就是说现在我们等于要重新定义 什么叫第三空间 OK 然后呢在第三空间 我们有不同的文化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第三文化 所以在疫情当前 第三空间要有新的标的物 就像刚才罗维斯讲 是不是我们来我们家 大家都是特定人士 我知道你没出国你没接触 大家来我们家安安全全的做一个 家庭式的聚会等等 所以老师你认为这个部分 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层次去重新定义 在防疫期间 我们要的休闲 一直性的体验 应该有重新的目标跟设定 是不是这样 对我们其实在摸索新的游戏规定 OK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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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 zip 明天 今晚见 有点 在 我们 词